可恁我們它 我跟你講 我覺得我跑得贏它 我的媽啊 我說不說話 很快欸真的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弘達來收車 我是煌牛犯 直播 SENity 我是薄宇 好久沒來拍收車的單元 一拍一定是要來一個重量級的來賓 所以我們今天出門去收一台 三萬元的那個賣 我知道該怎麼做了 對呀 別說 我們今天要去收一台千萬花網 好這邊影片開始之前呢 再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強烈的骨骰 我們的QR Code在這邊 也可以打LINE ID搜尋 小老鼠 H1NGDA 開工第一個禮拜 今天禮拜五 對 你知道已經花了謝老闆多少錢了嗎 已經花了謝老闆 三千萬 不是三百萬喔 三千萬喔 三千萬 謝老闆表示 銀彈還十分的衝突 歡迎大家趕快拿車來購買 好奇謝老闆口袋有多深的 趕快來估車估起來好不好 也就是怎麼講 還可以啦 還可以 但是代表說我們公司有這個實力 對 好不好 那各位老闆 有想要估車的 真的一到一千萬的車 我們都敢買 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在開來這台 是一個桃園的粉絲 南崁的一傑 賣給我們的 它是2015年的CS400 車況非常非常好 雖然說里程數有高一些 先11萬 但是一傑真的顧得非常好 那在此先感謝我們的桃園粉絲 一傑賣給我們這台漂亮的CS400 柏宇你2014年的時候在沖花小 剛才在高中 我還在大學的時候 這一位黃大哥呢 他花了一千萬 買了這一台花王 你知道嗎 當時的時空背景 2014年 你要花一千萬買車 有幾年的那些水準 是常常洗雞煙舊的 但是黃大哥很愛家 很愛老婆喔 對 等一下講一個 你會搞到家庭事 一直持有的這台車 持有到了現在 他才把它賣掉 全部都在原廠房這樣 所以你現在要找到 2014年的蛙王 要是一手才能 很難啊 廢話不多說 我們今天出發苗栗的願你 跟我們的黃大哥的粉絲 來交易這台 千萬蛙王 跳一個 來到苗栗 喔這個這樣 OK吧 浮石勿化解枯燥的生活 這邊有些人密集度很高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黃大哥的Turbo S 喔 Miami 漂亮嗎 給你看一下內裝 紅色的 喔 這個 而且又有看新聞示板 當初這台新車千萬 那還有選一些吉皮的東西 這台收購金額是485 真的是很極限中的極限的 黃大哥是顧車 而且他懂車 而且全部都原廠保養 你看連輪框 這真的我們來粉絲家 我們來粉絲家沒在韓哭 人家輪框真的一點傷都沒有 唯一那時候我來的時候 我有跟黃大哥講 我說 我說起皮的東西 不是說他怎麼樣 只是說這個時間久了 這一定會黏手了啦 這個怎麼可能不黏手了 但是這個回去 我個人認為是小事情 這我們 很好真理的 我們也沒跟人家扣錢 很有真理 好啦 那廢話不多說 詳細的我們 等一下出去再給大家看 怎麼樣 買的有水準的吧 氣場整個不一樣 沒水準的不會載你出來的 欸 我們現在來到那個 那個苗栗的院椅 那個沒有自助性行銷 他也沒給我那個工商 所以這個會很明顯 好啦反正就好了 我們進去買一些那個 伙伴 油圓室最多一個獎品 喔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進去買個幾包送給大家 走 我買一包是小麻條 兩包在一起就變大麻 好接下來粉絲的禮物買完了 該進入正題了吧 終於 我們也不是業備 也不是幹嘛的 新車卻988囉 隨便選都破錢 喔你說空車988 還沒加選配進去 對還沒加選配 他選配的哪些東西 先跟大家講 對頭準頓威 然後中間 扶手這邊有一個 Turbo的字樣 豔名正身 選一起選還是各選 一個 一定是各選 一定是各選 沒那麼好康 當然啦 這剩以前一直是分開來選的啦 然後呢背面真皮 喔唷 這一定貴耶 我覺得選30幾40萬 這應該是最貴 後座也都是真皮的一個座椅 對像黃大哥這樣 我問他說 那為什麼後座要選真皮 我說你有在 他說沒有 好像沒有在 好像有在他老婆對不對 沒有老婆坐前面 老婆還坐後面 媽啊 你真的被丟到田中間 我跟你講 出事了阿伯 我跟你講Turbo S 這一台他這個頭燈很漂亮 我星期三估這台 就要Turbo S的時候 結束其實我還有去看一台GT3 算是童年的GT3 但是以前的GT3 它是只有被PT20的頭燈 它這個是LED的頭燈 你知道那個車主 上就是說GT3的車主 去改這頭燈 你知道這要多少錢嗎 6萬 幹 寶石節耶 大概25萬 所以這兩組頭燈 如果說你本來是PT20的 你要改這個的話大概是25萬 它有一個這個光圈 有有有有 它是光圈 這一圈的 漂亮吧 912的Turbo S 它有一個地方可以 燕名震聲 除了它的後面 是稍微有一些寬體之外 你看它那個透氣孔 非常非常大 進氣發的 那個是燕名震聲千萬的一個東西 好不好 那個是很著名 還有這個是它這一組旅圈 912Turbo S 專用的一個旅圈 黃色的你知道代表什麼嗎 陶瓷 陶瓷 沙沙 988因為很貴 所以其實當初這個黃大哥就覺得說 反正我買GT3選 他選去 差個一兩百 沒有啊這啦 就Turbo S啦 Turbo S開始選 他當初他的心路歷程大概還是這樣 GT3什麼東西都要選 選到來他可能覺得差個一兩百 他覺得沒意思 他想要買最高等級 但是這個不是選配 這是原廠就有 Turbo S的 專用的這個 小尾翼吧 我覺得現在的車越做越誇張 你看過GT3的 那個天鵝井對不對 GT3跟GT3還是 你就會覺得這個車是稍微比較一點 我覺得有一些些小 其實我跟你講 這邊一定要讚美提具黃大哥 不得不說黃大哥很懂車 所以他在買這個車的過程中 他知道買什麼顏色最保證 買這個顏色最保證 白色紅內裝 那至於說你外觀 你想要什麼顏色 你自己再去貼 那黃大哥愛車的程度是 他反正兩三年 他就換一次這個改色服 這個顏色貼得非常之好 連我這個色盲都覺得好看 特色一定要淺的 然後有一些些拉線啊 然後有一些些 多個性化的貼紙 Martini的那種配色的那種感覺 側邊的那種感覺 很帥 然後Turbo S的釋出圍管 然後整體這種 響路飛飛的大屁股 我的很大 你又忍一下 他0百是不是2秒8 這2秒8是992最新 這個991.1的Turbo S 應該差不多大概是3秒5 3秒5 但是差不多了啦 你敢開嗎 等一下上路試開 我是有點不太敢踩喔 這個應該一定排得進前三 再加上這個 旅人 來我跟你講 你拿行李的時候 從前面拿沒有一種 優越感的感覺嗎 有咧 好 人家打開幹 沒有引擎 前面行李箱就真的很酷啦 好啦 這個車礦 可以捏 OK吧 唯一一個就真的是 回去要做的就是這個 80歲啊 一些些年齡的 80歲姐姐的貧富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從這樣開始我覺得 你性向有點問題喔 我也不想跟你拍影片喔 不是想要人 我可以啦 但是如果正常騎一年 如果沒有很顧車的 絕對不可能是只有這樣 那個極速傳說 一定就是握上去之後 就拔開去這樣 有時候玩車呢 生死一度 連車尾燈都看 為什麼 大家都會覺得我很符號 Cabon的碳纖維飾板啊 那個GD3它都是要選配 它Turbo S就一次給住 它這個是我們講 正常人來講 比較算是人座的椅子 18項嘛 是保時捷最高最高階的一個椅子 它不像GD3那種賽車椅 是那種很禁忌的感覺 GD3賽車椅不要說老人家 連我坐 我真的都會有一些些難受 有點蛋疼 會變那個 那麼 變成公公 你是在講上再被搞啊 然後呢 包含了它的免鑰匙啦 然後記憶座椅跟BOSS的音響 嗯 都是直接給你一個標準配備 那這些東西 尤其在G13上面都是沒有的 然後車頂的那這個GP的桿 不錯吧 以前的跑技就是Sport Plus 這邊有一個按鍵 然後還有一個PDCC的 然後這個現場 我們那個粉絲們如果懂保持節就知道 這個件有多貴 正常是只有這樣 就是只有箭子群 那如果說你又加這個圖示又加字 我跟你講貴了 真的貴了 身價少說翻個兩三倍以上 這麼誇張 這個是很貴 然後後面唯一的一個生薑開款 好啦 廢話不多說 上路試駕去 GO 我開過很多啦 是喔 我看我好像你像 不要這樣啦 我被嚇死了 大家會看不到我耶 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在乎 曾經擁有過 看下這個拉麵會不會 抗笑 看我不會上車了 有有有 在看了喔 在看了喔 是不是覺得我比男朋友帥 哇哈哈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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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踩到底了還沒吧 什麼底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喔 喔喔喔喔喔喔 我說不太錯 我的媽啊 我說不錯話 頭皮發麻的感覺 哇 就是稍微找比較 就很長距離的地方 對 都沒有切來切去 先用一樣 911 3.8 因為他這3.8有掛渦輪 對 跟3.8沒掛渦輪的比 他距 我只能說 非常之大 喔喔那個聲音 喔 因為他是 欸等一下 喔喔喔 回火聲喔 cared 讓男人興奮的聲音 舒服的開這個車子的時候 他這個引擎聲音很難讓你在車內睡著 但是很容易讓人跟你回家睡覺 我就會一直再亂講 現在有人會在 就這一個來介紹已經是錯誤了 我感覺到那個左右微晃的感覺 我信我們喔 M8 我跟妳講 我覺得我跑得贏他 你過來 可是他比較敢切 幹麼打到骨折 你知道嗎 他加速很猛烈 但我剛才沒有感覺到 他左右在微晃的感覺 第一個 他螳光燈不會亮 不會站過來要抓得很緊這樣 第一個他不會 他整體過坑洞的感覺 我說實在話 沒有那麼近 不是那種 這樣 真的 剛才有感覺到 他不是這樣 有側傾 不會有側傾很嚴重的問題之外 他要坐起來又是舒服 如果我們超跑 不能每天這樣開這種離身數 麥拉倫 法拉利 蘭波基尼 這些去掉之外 破千萬的車價 能夠讓你天天帶步的 各位觀眾沒幾台 想BMW i8 雖然說現在很便宜 但是當初也是1000 賓士能夠像他這種 天天開的S63 Coupe 牛馬 麥拉倫都沒有 你雖然說你要買一台 能夠自己通勤帶步 每天開的車 而且你又要有那種 肩膚舒適的感覺 出門又有面子 這一台的很適合 自駕日常帶步 偶爾跑山 我覺得都還可以 你有聽到那個嗎 有沒有 台中的聲音 棒棒棒棒棒 不不不 我現在有開Smoke Plus 所以它 關掉 關掉試看看好了 關掉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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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算是能溫能舞的啦 歹熱血了 我大概跟大家講一個秒數的概念 我感覺這台車0到200 我印象中應該是在11秒左右 你以原廠的狀況0到200可以在11秒 很強欸 很猛欸 11秒你就200 真的是很快很快的車子 像我們這樣重踩嘛 那有時候你在高速公路上操車 操完 然後可能你又要在減速的時候 我踩一下給你感覺一下 它的自動力又很夠 雖然說桃煞也是需要有溫度 起來之後它才會比較有煞車的感覺 但是不得不說 車子你要開得快的前提是 你要先煞得住 欸你都煞不住的時候 你哪敢開得快 我個人認為開得快也煞得住 算是很無敵的一台車啊我覺得 我覺得 那還是我們現在像F1這樣 上新聞喔 上爆料空測 我們這個很明顯 這個顏色 年輕人 終究還是年輕人 像我們剛才吹的這麼兇 給大家看水溫跟油溫 然後94跟93 有接受的一個範圍 所以以耐開程度來講也算是很高 然後呢 欸像我們剛才這個上面有起伏的 對 你知道像這一台它就不用像GD3 要選太平和高 因為它的車高沒那麼高 然後這個車的車高是 這部分是不用去擔心的 你要一直看啦 真的是 真的開車出了 一直看一直看 好啦回到我們的停車場了 那一樣 準備的這一代 真的是要抽給你們的 就這一代 裡面有四包 有雞塊啊 反正 我不知道你們喜歡吃什麼 欸有那個毛 是不是 那影片的最後 991.1的Turbo S 給一個評語 就是說 好開 舒適 可以真的是可以通勤代步 破千萬的代步推 我們黃大哥細心照耀之下 這台車的存況真的是相當不錯 想要看更多的介紹 可以到我們洪達拍賣場 好不好 這一台一樣 雖然說我們現在已經講了啦 就是這台最終跟黃大哥的收工件 就是485 他不得不賣我 你知道嗎 他真的準備差點要怎麼說 啊485啦 真的 已經算是很給很給面子 那非常不錯說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 洪達來做車的苗栗型 好不好 也買了伙伴給各位好朋友們 各位老闆們 如果還想要估什麼車的話 一樣我們官方ID 小老鼠HONGDA 或是你要掃描這個QR Code 都可以 那想看我們去哪個縣市都可以 只要說 車子夠漂亮 開到哪都可以 沒問題的好不好 看裡面有澎湖的也可以啦 澎湖的這邊直接澎湖粉絲 澎湖粉絲舉手 今天就把這一台千萬萬萬萬 好 待會兒我們掃描 OK 走 Go 謝謝大家 喜歡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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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